评书快餐 列国故事演绎 第四十四回 金殿风向老将军 气愤难平 是将相难和呀 可是令相如呢 他以国家为重 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 老将军那么大岁数呢 从公论从私论 自己都得让着点老将军呢 一则是对长辈的恭敬二则 是为了整个赵国的安宁 令相如一片苦心 可连坡不知道怎么回事 连坡呀 一来二去 他就以为令相如怕了他 这脾气呀就更大了 这劲头就更足 气就更冲 那么有这么一天呢 令相如赵府赋宴 可是由于相如名声太大 老百姓一听说丞相出巡 虽然是赴宴 可是呢 已经很晚了 也是夹道婚姻啊 承乡不是去喝酒吗 走这一路上 我们瞅瞅承乡不行吗 谢谢承乡啊 喝 老百姓啊 把这个道都舍上了 就是都堵死了 这么一抄抄呢 连坡手下家丁就告诉连坡了 说老将军呢 令相如赵府尹宴 众百姓是拔酒相送 连坡一听这话呀 气就不打一出来 怎么着呢 因为自己为赵国屡见功勋 那可以说是 每次出征归来 众家百姓对连坡远街高营 今天令相如有何德能 怎么百姓对他这么亲近呢 连坡不服 还有一个呢 连坡心说令相如啊 我找你不找 哪你不见 想不到你自己 竟然走上街头 老夫我要跟你对峙一番 来呀 背马 老将军一声吩咐 家丁把马就背好了 家丁背马 把老将军搬安任 等出了将军府 专门就挡令相如的道 令相如这车队呢 就是轿子也往前走啊 走着走着走不了了 家园来报 说启兵丞下 老将军挡刀 令相如一听 哦 你看看 你们这怎么能的 怎么能和老将军 撑撞车架呢 来呀 车辆速速掉头 转路而行 林相如啊 对老连坡十分恭敬 不是挡到了吗 我给您让道 就这么着车辆一掉头 想穿一个小巷 可是没想到 到了小巷口 刚往里走 没多远 老家园又来报 说骑兵丞相 老将军二次挡道 林相如把双眉一皱心 说老将军呢 一次挡道 或许巧遇 二次挡道 所为何来呀 难道一说 你是有意阻挡 我的去路 非得要跟我会气吗 来呀 不得与老将军冲创 速速转道 再换一条大 简短节说吧 林相如又换了一条大 走没三步 老将军挡道 哎 啪 林相如先锁 连破老将 你是自称刚强 与我参商 难道一说 这是我相如的不对吗 我本当向前与你讲 讲什么呀 讲讲这个道理 你这叫为老不尊 可是呢 我不能去 怎么回事呢 知道的是说我林相如 哎 跟你老将军在讲里 不知道的 以为我身为宰相 你打计晓 对功臣不敬啊 可是呢 我如果不上前去 你老将军 以为我惧怕于你啊 算了吧 算了吧 吧 林相如 把海下虚然一抖 吩咐一声来呀 把印 回复 赴宴吗 咱不去了 回家 哪不是吃饭呢 就这么着调转教头 林相如回家 连破老将 长街之上是三党去路 林相如三次必让啊 喝 这一下子连破老将 北都找不着了 他就认为 林丞相趴了他 这样一来呢 反正是 大伙都知道了 我国将相不和 老将军和林丞相 两个人不对付 但是呢 谁也没有明面 撕破脸 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 这玩意怎么怎么的 呗 当一天和 穿一天钟 反正我不管老将军 和林丞相怎么着 国家照给我发工资 我能吃得上饭 当我这官就不错 但是也有人着急啊 谁啊 上代夫于清是心似火焚 因为于清啊 他可以说 是赵国忠良之臣 他对这个事啊 看得严厉极的心声 而又正在此时 请昭相王激动齐国 引兵伐赵 齐国来了 打赵国来了 怎么办吧 这个时候呢 令祥如和连坡呀 纷纷 给赵会文王上表 写出了句谛之错 赵会文王把两份表彰 拿在手里 这么一瞅 不禁面露喜色呀 很高兴 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两份表彰 句谛之错是完全一致 都是说 有老将连坡出征 引兵聚齐 游吟相如 在国内主持朝政 辅佐我王 可是呢 奇怪的是 两个人意见统一 但是谁也没给妙见 是各上表彰 赵会文王也不是傻子 他也知道 国中将相不和 他十分忧心 这时候 他就把尚大夫于卿找来了 说爱卿 你看这个事 如何是好啊 我国文物不和 将相有伤 于国不利 列国文之 岂不引兵伐赵 到那时大获之意 悔之不及啊 于卿呢 这些长时间 就是这好些天 他是深思熟虑 于卿心说 这怎么办 哎 千岁啊 我愿 去令府一趟 再到将军府走上一遭 这么着 让令丞相老将军 福就如出 重修就好 不知我王 意下如何啊 赵会文一听 哎呀 爱卿若真能如此 你功莫大焰呢 那你力这功可太大了 你用什么法子啊 千岁不必挂心 为臣自有道理 说完喽 于卿啊 就跑到令丞相府去了 到令相如这 那于卿 是开门见山的 说令丞相啊 我闻听 你赵福尹燕 长街之上老将军 是三党去路 你是三册必然 你为何 拒老将军 他身呢 就是你怎么这么怕的 令相如闻听此言 吃惊非笑啊 说于大夫 难道你也以为 我拒老将军 他身吗 就是说你也认为 我是怕连婆老将吗 于卿你听丞相啊 这个事不是说你怕不怕呀 现在大伙都这么传让啊 好好好 好好好 于卿我来问你 你说是老将军凶狠 还是秦王独辣呀 于卿一听 丞相说笑了 老将军已丞相会气 那秦王火狼之心 天下皆知 老将军 怎么必得秦王啊 就是啊 秦王如此凶狠 免持会上 我尚且不怕 据老将军何来啊 哦 那丞相 您为何长街之上 三次避让啊 于卿啊 你难道不知吗 我来问你 列国因何不敢伐赵啊 于卿一听 因何不敢伐赵 据我赵五国二人 赵啊 据哪二人呢 文据令丞相 武据连将军 令相如一听正事啊 我赵国之所以文如泰山 全仗相如和老将军在 那么如若 外国文之 我赵国文物不合 将相有伤 于国不利啊 所以我令相如 情愿让连铺 不愿 王赵国 哎哟 这话呀 于卿一听 那是醍醐灌顶恍然大物 因为他老琢磨着 这里边有点事 为什么令丞相对老将军 如此敬重 甚至于说老百姓人都欺负在你脖子底下了 你还这么忍得住 感情是这么回事 确实不假呀 于卿你想你老将军 打将钢鞭再厉害 比得上秦王有顶吗 眼瞅着 令相如都让扔到顶里去了 他是面无巨色 谈笑自然 你老将军就你让你那两下子 你能吓唤就是令相如啊 他要真是胆小如鼠之辈 岂能捧毙入秦 岂能免持附会啊 令丞相 那依你所言 是你和老将军文武不合 不知丞相对老将军是何意呢 就是说你认为连铺这么做对是不对啊 令相如一笑 老将军与赵国有功 我相如自是晚辈 老将军一时扭转不过这个念头来 相如也很好理解 唯愿老将军早日醒悟 与相如共同合力辅佐赵国 我之愿也 言下之意啊 就说老将军这样做令相如并没怪 而且令相如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老将军愿意 我令相如愿亲到将军府请罪 一跟老将军和好如愁是将相相合呀 于清一听 哎呀 丞相宽宏海亮 于清自愧不如啊 这样 既然你愿跟老将军的和好词是包在我的身上 说完这话呀 于清是扭头就走 来到连坡府内见到连老将军 同样一番话 他问连坡 说老将军 秦国激动其邦 来犯我境 您与令丞相纷纷上表 可是呢 两人又互不见面 难道一说是有些摩擦吗 连坡呀 闻听此言哼了一声 哼 我王办事不够 老夫不快呀 就是说我对咱家带王有点意见 他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哦 老将军呢 我听说长街之上 您三党去路 令丞相三次必让 您可知为何呀 连坡一听这为什么 哼 他怕了我 呵呵呵 老将军啊 您说是您厉害 还是秦王厉害呀 连坡一听你怎么说这个话呀 我老连坡是用官三军 可是怎么比得上秦昭王心狠手来 于卿一听招 老将军 你想那令丞相 既然赶免持赋会 捧毙入秦 他都未曾有半点居所 为什么独独怕老将军你呀 嗯 这这这 于大夫 他不怕老夫 因何的退让 老将军啊 丞相对我引导 我王已经封为令丞相 可是呢 您知道他为什么必让于你们 老夫不知啊 令丞相亲口对我言道 说他令丞相对我 说他令丞相辱 请愿让连坡 不愿 王赵国 此话 分讲 老将军请想 将相不和 将相不和 犹如手足相上 你将相二人 如此闹了下去 于国何利 如果赵国不存 又何来老将军之威名 令丞相之尊位呢 丞相言道 说我国将相不和 列国文之 是新兵来犯 到那时 赵国 哎 令丞相与你 都是赵国 千秋罪人 方才我到丞相府中 丞相言道 如若老将军肯原谅令丞相之过 他愿顾扶情罪 若非歹夫一番话 老夫 急误大事 脸婆不明 老脉 昏庸 脸婆呀 这个人很正直 他跟令丞相闹别扭 确实是没撞这个弯来 他听于清这么一说 是悔恨不一样 呃 于大夫 我怎敢捞丞相前来领罪呀 来来来 京杖 此后 怎么个京杖此后 就是那京木 有这么一条大棒 丞婆赤上身 背着京杖 闯进相府 来到后会员中 丞相令祥如正在观书 连婆大叫也声 哎呀 嘿嘿 连婆老买魂 用苗是贤财金 甚被金掌 前来请罪 丞相 你要多多地 教训啊 普通 老将军推进山倒玉柱 就给令祥如跪下 令祥如登登登 金枪几步 跪倒带地 双手搀扶老将军 老将军啊 呵呵 您能来此我令祥如 不胜感激 自今而后 你我文物相合 将相同心 时共左 赵邦 何惧 列国呀 那么自此呢 老将军和令祥如 和好如初 关系是日甚一日 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连老将军 扶京请罪 流传为千古的佳话 为国家 将相和好 文物同心 这是一段流传后事啊 那么说完了将相和呢 列国故事演绎 咱们再来说一说 金科赐秦王 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228年 秦国大将王俭 占领赵国都城邯郸 赵国呢 也就是王国了 那么与赵国相邻的燕国呢 这时候就赶脚到 大厦江青是岌岌可危呀 但是呢 你说武力抗衡吧 燕国既无精兵又无良将 如果俯首称臣吧 瞪眼还不甘心 尤其是燕太子丹 对秦是仇恨无比呀 因为他想当初曾经啊 在秦国 哎 做过人质 他就看出了 秦王赢政 要兼并列国 他呢 心里很怨恨 非常的 恨这个 秦王赢政 恨不能啊 生食其肉 是活尽其皮 他呢 就悄悄的 就悄悄的派首席人通知燕王是早做准备 而且还以燕王生病为由 是求归燕国 但是秦王赢政说了 说燕王不死 太子不能回国 燕太子丹呢 新说这怎么办呢 我回不了国啊 我也就不能帮助我父亲 是引兵抗秦 最后呢 燕太子丹一咬曹牙呀 是毁容换衣 最终 混出了韩古关 逃回了燕国 他是报仇亲切 怎么办呢 你说这时候操练兵马 联合各国诸侯 共同抵抗秦国吗 根本不行啊 这怎么办呢 唯有暗杀呀 燕太子丹 要找人暗杀秦王 这就引出了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那一段 荆轲赐秦王啊 怎么回事 怎么找到的荆轲呢 反正啊 他是大量的招行 那叛大收门客 为什么呢 就是全面铺开 重点选择吧 希望呢 在这门客里找出一个俩的 敢于行刺秦王的 这么个人物 他的门客里边呢 有的是在闹市 砍杀仇人的秦武阳 有举其反秦的秦将 樊武器 但是这两个人呢 都不是燕太子丹心中的 理想的人 所以呢 燕太子丹呢 还在各处寻找 四处学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燕太子丹的故郊 把一个叫荆轲的人 引荐给了太子丹 此人是勇力过人 建树精湛 深得燕太子丹的赏识 于是呢 燕太子丹把荆轲 是收为上帝 把自己的车马 都让给荆轲做 自己的饭食衣服 让荆轲也穿 而且吃饭的时候 俩人一起吃 为什么呀 就为使其动心 要打动他 好给自己办事啊 荆轲呢 也是一个意识 他是感激不已 并发誓 要以身相报 就说我这条命 就是你燕太子丹了 你什么时候要用 什么时候拿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秦国大将王俭 又移兵向北 这时候已经逼近燕国了 燕太子丹这时候 心里是十分着急 他就和荆轲说了实话了 说义士 现在要用兵力 去对付秦国 那就是以卵击石 必败无疑 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 现在也没法做到 最简洁的办法 我想到了 就是找一位勇士 去行刺秦王 秦王死 秦国国中 无主自乱 各国都能保住平安 我也不是唱高调 最起码 燕国先能平安无事 荆轲一听 说太子此即可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